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北一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次鉴定 那么今天带大家欣赏一下 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远景花卉文大盘 那么这件大盘呢 现在存于美国Flyer博物馆 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呢 也有一只同样的大盘 他们这两只大盘呢略微有一点在尺寸上 有一点点的差距 故宫的那一只呢比他略微小了一点 像这只大盘呢 他是68 直径是68厘米 非常大 我的手在那里看 在这个站这个盘子很小 这个手 那这个北京故宫的那一只呢 是65厘米 这个是68 是非常大的一只大盘 那我现在把这个周边的画的这个花卉文 它的特征 详细的部分都展示给大家 大家要注意看 它这里边所谓的西光斑是自然的 非常自然的 而且呢 这种晕散的效果 我都是这个用这个最近的这个镜头 展示给大家 大家呢就有一个印象 你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晕散 而且你要从中看这个细节 看这个细节 为什么 你就可以了解当时它这个大盘烧制的情况 看这个是枇杷 枇杷它的这个叶子怎么画的 它的果儿怎么画的 然后这边呢是兰草 像这种的 我都给大家是非常清晰的展示给大家 另外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柚 白中泛蓝非常明显 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白中泛蓝呢 大家要记住它的特点呢 是不均匀的 现在房品呢 要能很少能做到这种白中泛蓝的 能做到的 你看它的那个柚是均匀的 蓝是全盘都是那种白中泛蓝 但是大家记住永轩时期的这种白中泛蓝 它并不是特别均匀 你看这些花 这些叶子怎么画的 那为什么要记住这些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号称是仿的 它实际上是把宣德时期的花卉 安在了永乐这上面 这两个还是不同的 虽然后称说永轩不分 永轩不分 是在于比如说宣德有一些 没有这个款制的瓷器上面 它会表现出来 让永乐和宣德好像分不出来 实际上在如果你要是在一些特别著名的 这个器物上面 它的从文式上还是能分得出来的 你看它的这个山就土坡啊 这个花草啊怎么画的 然后那个山石怎么画的 大家仔细看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 要熟记于心所以呢 你再见到所谓房品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房品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除了你看它的用就不对 或者气形不对之外 最细节的部分 你能学会了区分和鉴别 这是从这个啊 45度角拍摄 看大家看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 它的这个盘边这里头啊 看这是有磕碰的啊 也都非常详细的展示给大家 然后底下啊 这个胎幼结合处有火石红 也能看得出来 另外它的这一件的火石红 比故宫的那一件火石红要多 就说明这一件大盘 它这个干燥的情况并不是这么好 在晾干的阶段并不是晾得特别的干 才出现了这样的火石红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看 它修的这个圈足的 修足的情况 大家看 然后呢它这个有这个跳刀痕 是因为当时这个 就是在立批的时候 底下那个转盘 因为它是对不起 是人工的这个拿脚去晃动它 所以它最后呢 它会有这个转速不同所形成的 那么现代的房品呢 基本上它的那个转速呢 都是是靠这个马达带动的 它转速都非常匀 所以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带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